騎著機車享受奔馳快感 或是戴安全帽對著鏡頭自拍 他是就讀高三的18歲林姓騎士 剛拿到駕照就是喜歡騎車趴趴走 所以應徵速食店外送員 但卻發生車禍 零姓高中生表示 自己存錢買機車 每個月還會給媽媽錢 讓他們不用這麼辛苦 在速食店上班半年 但這一回撞得傷勢不清 左手彎骨折手腳挫傷 住院四天在家休養 兩個多禮拜 白色繃帶纏繞住剛開完刀的左手 林姓高中生相當痛苦 在臉書上PO文 上舊護車的感覺真的不好過 我們的第一個氣息就毀了 說好要出去玩 還有大餐都沒了 呼籲大家慢慢騎車 車禍會連累到家人愛人還有同事 速食店外送到底要多久 我們實際站在距離速食店一公里的地方 測試看看 我們會計速在30分鐘內為例送達指 外送電話一撥出去 速食店備餐到餐點送到顧客手中 一共要19分鐘 的確有在半小時內送達餐點 麥當勞聲明表示送餐上沒有時間限制和建樹規定 萬一時間延誤也會和顧客溝通 這回林姓高中生發生車禍 速食店有幫他保險 但他會努力養傷繼續打工幫忙加重經濟 TVBS新聞陳佑祥 吳弘宜 新北市報導 都不明顯限度 夢多 夢多 架 雪 楊 地